7月6日起,武汉和西安的英国签证申请中心重新开访 至此,英国在华全部15个签证申请中心都将重启运行 日前,英国驻华大使吴百娜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英国在华签证申请中心全部重启 是两国恢复人员往来的重要里程碑 体现了英中关系的韧性 据悉,重新开放的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将优先返还申请人护照 并处理签证申请中心关闭前及全球旅行限制前的签证申请 吴百娜介绍 2019年英国在华签证申请中心收到约10万份中国学生前往英国留学的申请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他认为今年会有所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遭受歧视的现象有所增多 对于这一现象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娜说 英国政府重视各国留学生权益 正在积极处理此类问题 在英国当然 网络的公司司司法定理则 担任了于特别的状况 但是我说到很多学生 他们非常严重 考虑的准备 阻挤让所有学生 的参加兴奋是欢迎 和得到欢迎来到的英国 所以我非常肯定 当中国学生领域预复 他们将继续成为 他们的项目选用 随着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自6月1号起 英国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签证申请中心 以及中国各城市的一些英语考试中心